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内容 社区预测4月4-8日美元对日元英镑对美元的一周图 大家好 今天是4月6日星期三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截至4月1日为止 美元对日元的表现相当平静 但仍展示出下跌的趋势 货币队在周一展示出跌势 主要是因为美元强劲 同时日元受到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歧的影响 但是在周中的时候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善 由于美联储主席耶伦的鸽派讲话 使得美元大幅走低 日元成为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 此外 在该讲话之后 日元上涨了100多点至113中位附近 在未来24小时 汇价将会继续交易于该水平附近 但由于周一市场的开盘价 在113.5附近 汇价在当周应该不会再上涨 周末的收盘价回归至4月1日的111.7 但交易者对货币队的后市走向 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因为看涨和看跌的比例各占50% 预计本周日本方面不会有大量的经济数据 在日本方面的重要经济数据当中 交易者可以关注周三发布的经济领先指数 和外国债券投资数据 美国方面交易者在周四 可以关注续请失业金数据和耶伦的讲话 至于交易者的观点 交易者GNES看跌该货币队 并表示货币队在2012至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内 都有理由不去做空 但是汇价的变化总是无偿的 很明显目前是看跌 上周未能上涨的事实 使得看涨交易者有些失望 并且将使得没能成功看涨的交易者 对日本银行进一步失去信心 英镑美元在3月28至4月1日的交易周内 交易于高度波动和复杂的交易环境之中 周一的开盘价和周五的收盘价几乎相同 在周一受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影响之后 货币队进行盘整交易 同时使得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上升 但是英镑在周二已经开始上涨370点 触及9个交易日高位 因为美元在一轮的鸽派讲话后 已经没有任何支撑 此外第二天通胀数据发布后 英镑继续延长起跌势 因为去年第三季度和最后一季度 GDP为0.6% 而此前的预期是0.5% 年均GDP增速也提升至2.1% 上次预估的是1.9% 总之在该期间的最后一天 汇价明显走低 主要受乐观的非农报告影响 劳工部数据公布后 英镑走低200点 平均小时薪资增长2.3% 好于预期的2.2% 月比上升0.3% 当周末汇价收于周知点1.419 本周交易者的预测更糟糕 60%的杜高斯贝社区成员 预计汇价将会下跌 除此之外 本周平均预测汇价位于1.413附近 本周关注周三市场的FOMC会议纪要 同时关注周五续行失业金数据 和美联储耶伦的讲话 英国方面周五将会公布 制造业生产数据和雇业产出数据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我们明天见